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到处乱糟糟的 这个斋女还说什么在兰州岛 她究竟想什么呢 难不成 以为刻盘碎片能落在街上不成 呃 御迟哥 我觉得你该主动点 主动点 小布点 你在说什么呢 没啊 雨姐姐都急成那样了 说你两句怎么了 哎呀 你怎么比轮 你怎么比木头还木头 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好了 让我清静一会儿吧 没 没啊 那你好好清静一会儿吧 哼 劝河这种事儿 我还真是不擅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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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几桌都去查探过了 那几桌的法阵都碎裂 但未看见明皇的踪迹 横宜 你确定 难道不是明皇干的 我还以为那些屎鬼 也是他新造出来的 哼 我当然肯定那 那我没明皇的气息 既不是明皇 你觉得还会是谁干的 这我怎么知道 这是葛老浪 咱们查 就说明连他们也不清楚 你想 葛老替谁做事 他要查 不就说明那位要查 到底是哪位 你是说 那位也不知道 那是 谁 谁在哪 你们几个 快去看看 没 在这么近的距离 偷听果然容易被发现 啊 原来是你们几个 猴瓶 快走 快回去传消息 他我们在这 我刚刚有提到迷惘丹音 啊 音系 音系不差啦 真的啦 开打啦 这边这样有没有语音 感觉这本剧情应该算重要吧 应该要有语音的吧 你们在找人 明皇是谁 明明明明 明皇 明皇是明皇啊 你不是 你不知道他吗 奇怪 明皇 不是早早早早早就死了吗 红 你该回来啊 他要跑了 那位那位那个他们说那个人不知道是谁啊 是指幽黄先生吗 感觉不像 跑得真快 那千里床里人 莫非是什么格老 应该是吧 你姐姐 你怎么像突然走神了 没什么 我只在想学明教和明皇有什么关系 他们提了那位先生 又是什么人 雨溪 你怎么这么多不能说 不想提示 啊 好了啦 诶 这边是怎样 这应该是 诶 是bug的嘞 雨姐姐 那现在应该是 依依在讲话 哇 好了啦 雨姐姐 这一时半会也都不明白 我们还是比较想啦 好 你想干嘛 逃兵 我 小赵 我要走了 那啊 云正的事 我得自己去搞明白 即便那日亲眼见他身着玄冥教服饰 但眼见或许也未必为实 毕竟若非他提醒 大撒官怕失 哎 方才想着私下顿走 免得还有离别一事 毕竟我等江湖人是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要走快走 小赵 那我走了 走你的吧 哎 英公子 小不点 你不是觉得英雄其实有事没告诉我们吗 他要走你干嘛不拦着他 拦他 他有手有脚大呼人一个 谁还当真能拦他呀 英公子身在天玄门 他也须做些自己的事情 你不相信 哈哈哈哈 小兄弟们 别来无恙啊 可真是 巧了 文延列 你带这点人也想来抓人 将军所托之人 你休想动 不不不不 我可不是为了抓他们来的 我要抓的人是你啊 你上回给我的那一刀 哎呦 可疼了 我到今儿还回味着那刀锋从眉毛上滑过去的滋味 刀在骨头上过去的咔的那一声 今儿我把这一刀还给你的脖子 可好 这 今日曹大人是为送我们而来 此番 我们定会护你安全离开 哦 对了 曹无名 忘了和你说 吴将军动身回京城了 我看呀 反正你也赶不回去了 不如就让我送送你 让你陪他下去喝杯水酒 这话 难道朝中有金贼戏作 还是他得了什么消息 是朝中人要对将军不利 不好 我需赶快返回 追上将军 曹某人非贪生怕死之徒 只是今日需去寻将军 需 诸位助我逃脱 好啦 其实这关也不难啦 赴汤导刃 我每一关都说不难 哈哈哈哈 我属性的 等一下哦 好 阿良在这 好 可以 他就是一一站这里 先把这只 阿古打不算坏 在天龙巴布的游戏里面 我跟阿古打不算坏 这样子 先用隧道 诶 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 哦 天赋哦 哦 哦 天赋 然后 再用轻罗 把这只干掉 还没抽到魔关羽 我们 十二点再开抽 看会不会抽到魔关羽 轻罗就是 行动力最高的角色 目前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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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问题啊 我记得赢缝 喂 拦住他们 我看你们在跑啊 嗯 就让他们跑了 大恩不言谢 曹某人告辞 哼 这一丝还真是命大 久英大人 彼人追那剑客是因为 是因为那是送黄承司的人 黄承司肯定会有地脉的 现在 我不需要地脉的消息了 久英 你通过来 把 把 把守将军 还请叫我记守 久 记守 我有话和你说 这位是 啊 二位大人有事 那 彼人先行告退 将军找我何事 是少女让你来 记手 地脉你必须得接着找 少女改主意了 他之前还说要九阴探查十轮之力的呀 哎呀呀 先别提圣女 你得知道 主上手底下不是只你一个人 他怎的就知道什么东西藏在大撒官 怎的就知道绍兴二十七年有人绘制地脉图 这 那主上为何至今仍旧被困在幽界 主上之前探查地脉是为了别的事情 并非为了出来 也就没留心过上古法阵 现在可不一样了 嗯 将军为什么知道这些 还告诉九阴 将军不一直是圣女的人吗 这 哎呀呀 你别管这些 主上发现刻盘和地脉之间有什么联系 他想要刻盘 但目的和圣女不一样 将军说的这些 圣女知道吗 圣女 圣女肯定猜到了 他早前就不想主上出来 肯定是早就注意到了什么蛛丝马迹 哎没有语音 我们终于都开到南州了 哇 鱼蜥 你怎么突然就 哦 我知道了 你 朝夕找灾女 当然你得将沿途人士告知章语大人 况且章语大人 应该也应 应该也应该 这边是怎样 也应该会有重要的发现才对 没 鱼姐姐 你这么信那个灾女 你 不可这么说话 湛与当然当然会帮助我们的 我倒觉得靠他不如靠自己 你看他 都只知道叫我们自己过去里 找提示 阿良 不可以这么说湛与大人 好了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 湛与无所不能 行的吗 嗯 呃呃呃 好 好 呃 几位可是湛与大人所托 没错 你是哪位 湛与大人没有在这里 等你们 所有里面的阵法 只有我能停下 湛与为什么找了一个小姑娘 你以为湛与认识 呃 似乎是认识的吧 反正觉得很熟悉 我们赶快过去 湛与说此事刻不容缓 好鬼盗者有读相了 他这么有例会了 这只早后的法阵 可能完好不少 嗯 那么 现在就 食鬼 起 呃 大人果然是蛇老爷看好的人啊 得这个法阵相助 相辨的召唤 源源不绝的尸鬼 呵呵呵 翘蛇如晃 蛇得就是因为我们这只用废物 才总没法推放狗皇帝 这次的法阵也有大用 你们可看好了 别出了皮肉 忽然就把你们舌头割下来喂狗 诶诶 大人大人发心啊 小的 绝不会掉链子 想必那就是 带领大人说过的法阵 如果不关闭法阵 这些食鬼就会源源不绝 看样子 就好速战速决 哦 原来是有访客 就让食鬼赢见你们吧 嗯 干的情况不妙 得劳烦诸位尽快护送到 护送我到法阵边 放心降给我们好啦 我们要保证你安全顶达的 要这样吗 诸天心要 流转 嗨 咩 法阵关闭了 哎 这法阵 就会什么 呃 这是一种可以像定脉中的 灵界抽取的特殊法阵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嗯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 好像似乎我生来就知道了 啊 感觉好可怕 人类都好可怕 人类都好可怕 那啥回 有我来守 摘女此前吩咐我们来兰州 与她相见 但眼下 为何不见她的踪迹 兴许只是路上耽搁了吧 毕竟摘女形势一向 一向神神秘秘吗 我倒是觉得她 藏了不少事情没说 阿良 摘女须查探的事情 可比我们要多 无暇他顾也是正常 就算有事隐瞒 也只是未到 虚我们知晓的时机 你不可这么评判她 啊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我们进城再找找 她或许就在城内也不一定 诶 御迟哥 这兰州城内的下金兵 混在一处 居然不打架 真真是奇怪 以往他们不都是相见眼红 恨不得活死了对方吧 那是因为没人让他们打 那就不打呗 打来打去 也不知道是给谁打的 咦 于心 你看那边 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都散了 都散了 甭看热闹 快走快走 找你家大人去 再不走坏人就来把你抓走了 他说我们是坏人 没错 我们是来接手这里的 左右为一 出 出辱为童 这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什么石之戏 那位大人已经进去了 知道了 你们可以走了 那位大人 那位大人 我估计他们说的人是九阴 我估计他们说的人是九阴 这门内有种力量 似乎是时间 怎么会这样 时间 玉枝哥 那这门之内 岂不是和你的硬气开启的石之戏一样了 或许 但我可没这力量在环宇内开启这么一道门来 走 我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 队长 身体不停使魂了 怎么办 不知道 老子的头也好晕哪 阿良 这 这里似乎真的是 是石之戏 石之戏真的会 会降临在环宇内 什 什么意思 听你这话的意思 石之戏是不该在环宇内降临 还是说这是什么恶罩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 究竟会如何怕也不好说 我只知石轮宫有记载 石青石夸踏时空 会混乱时虑 但这毕竟一直也只是传说罢了 这样吗 我手臂上的印记 带有的石轮之力也说是传说 这年头怪异的事情真是一茬接一茬 诶 别聊这些了 你们快看看这些兵啊 你们就没觉得他们和外头的那些 似乎哪里有点不一样 他们是过去之人 此处石绿早不存在 历史烟尘已是浑水一潭 咦 小心 他们似乎还被石侵染了 我就猜到 我就猜到 上 居然有人陪你们了 既然有人陪你们了 我就先告辞了 必须先摧毁石之源 削弱他的影响 使用 神轮偿命 居然不會只說沒錯 哈哈哈哈 沒錯姐有新台詞了 房頂上有隻貓 哪裡 這..在這裡 哈哈 這些怪物的力量被削弱了 一鼓作氣消滅他們 還好1有火耶 再加人啦 啊對有飾品就 就尷尬了 而且飾品好像是 二測的時候沒有 這次才加的 為了賺錢 沒關係啦我覺得玩遊戲就是開心就好了 不要那麼那麼累就去玩 賺錢很辛苦啊各位 我..我..我本來上禮拜 說這禮拜六要玩20588的 哈哈哈結果是不是玩不到了 好不容易有新電腦應該要玩一下20588的齁 吃完版了 啊對對對對對之前是鑽印哈 差點忘了 哎呀 哎這沒語音 是啊 這個地方真危險 那個人呢 這也有什麼好事 還好嗎 又是一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拿到 不 等等 不是我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 磕盘是我的 我的 阿灵 阿灵 你在想什么 怎么突然就 神色这般古怪 我 我没事 我 我拿到磕盘了 我先净化食物 以免实在凝聚 我来 这新鬼磕盘碎片并非一眼就能看见 九阴在此要找的 恐怕不是磕盘 我们还是再探探这儿 这 那好吧 但还是小心尾上 是 是那个人 夏侯大哥 你又要去哪里 你消失了那么久 别跟着我了 我要去和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这么久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 我早说过 只要十轮还在运转 只要七要还在天顶分聚 但 但若是你真的重降下楼兰 那 那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他曾说过 这里与幽界不同 这里充满生机 他不会愿意你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推测 何况 那只是当初 如果知道如此生离当年不如 就是陈氏毁灭 又如何 夏侯大哥 你 你变了 以前你 人说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但若不当初 何来今日 早年的夏侯仪在天目降下的那刻 就以烟消云散 而今 我算明白了当年霍庸所为 为何要将未来的事 留给未来 这是 这难道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个人的话 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吗 这是 这 玉迟哥 这是你 那女孩是谁 这难道是 你要去哪里 现在 就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玉迟 每个人都有一条必须要走下去的路 就算众叛亲离 那 这些话 什么意思啊 这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 这 为什么我也不在 这 为什么我也不在 好想看不见我们呢 但她又嘀嘀咕咕的 难道自己在这自言自语 啊 原来 本来 这时候来的 是那个人吧 你去加夏之窟吧 那里 欠你一个答案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地方吧 太诡异了 先去 去加夏之窟 这十三代斋女的话 是对我说的吗 尤先生 尤先生 有先生 失支系降临的环宇内 为什么我还是没法查探 你实话告诉我 你让我 别管十轮之力 别管过去的事情 关王里到底藏了 藏着她的过去 她的野心 她死而复生的秘密 嘿嘿 圣女 事态已经失控了 十轮的力量 已与世间万物产生了呼应 但你现在才发现哪 是不是为时已晚了 哦 也不是 这些事儿 可不是你的幽先生希望你知道的 是 是你 你居然还在 我以为先生早把你炼化了 你倒是说说 什么叫事态已经失控了 什么叫死而复生 死而复生的事儿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一天 我死亡的那天 它重新诞生了 你的幽先生若非得了星耀之力 可没法吸了那幻剑之魂 幻剑是混沌华丽之物 即魂连龙猴都掌控不得 你的幽先生 若非奇缘巧合怎能炼化得了 星耀之力 星耀之力死而复生 他 果然是想让那个人复活吗 哈哈 他造出的那个人偶没法得到魂魄 他就想逆转时光吗 所以啊 塑造星鬼刻盘的那些星耀之力 能降下的可不只是换成楼兰 还有生死 但作用只有一次 哼 十轮功藏着星鬼刻盘 就是在用着刻盘的力量 维系早已该覆灭的 所谓的世间平衡 你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 寄魂之人所知当然多 你的幽先生想炼化我 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记忆 得到真正的创世之密吗 哼 那就试试吧 时间和刻盘 两个都该是我的 哈哈 邪魔外道 天之大道 将涌在我十轮功这边 而你们 各有野心 各有欲望 原生的罪孽 会让你们自己斗争 让你们一步步 推向最终的灭亡 这团光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在这 我曾在境中常驻 也曾因灯盏而现 更沉入过深沉的景象 我终于明白 看不见 有时并非因黑暗 而是因光芒 你想要这样的光吗 这就是只小小沉腰 装神弄鬼 还不快快现行 看本君不将你打回人 沉腰 那这岂不是还是沉楼 什么沉楼 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天地阁啊 啊 原来是天地阁藏在 沉楼里头了 这么一来 岂不是说各个天地阁 都能通过海石 沉楼连起来 哦 也对 这样才方便 招贤纳师啊 小不点 你倒像是对这天地阁挺熟悉的 那当然 不熟悉 就是听说过 反正大致就是在天保年后 有个什么 司 就是有批能人一事消失不见 据传是藏进了沉楼内 这才有了天地阁 此后不能为人说道的事 就都在天地阁那半了 反正带刀带枪的江湖人 多半也不想被朝廷注意 肯定也会在其中活动啦 唉 事过境迁了 现在天地阁中 竟然多了这么些人 都不是康平斯的地盘了 没有云 啊 怎么了 依依 没 玉琪哥哥 问你一件事呗 嗯 你说 何事 玉琪哥哥之前 不见你花工夫去雾明清新法 你怎么在十字期 就突然能净化食物了呢 依依到现在还学不会 呃 我也不知道 那会有余系打算净化食物 我就在想 最早再来 供嘎村 他吐起的样子 啊 你这有什么用 对悟心法有何用啊 呃 我也不知道 诶 小瑞 本来就在你们看练到天轩本的窃口吗 我之前说他们在窗面之间你搞什么鬼 你们要不要这借这窃口去探看 你竟然在窗窗林车 你这有这样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嘿哟 我还让那小子看不起 要知道那长汉城里有条路的名 就是为了专门为夸张本蛋有欺魄而起的 夸张你什么 夸张你9 哦不不 原因之量很高吗 诶 小子听好了 看元末 西国县师至长汉西道 铁龙炸裂 士族环口黎明逃避 眼见那狮子加上人 一壮士要出大科医生蒙地 折服雄狮 后 长汉居民为祭齐威武 就将那路的名更为壮士大赫之词 尼蒙不要方 嗯 这怎么还带了口音呢 诶 那天云之之多舌头 舌头有点不利索 嘿嘿 好吗 感情还是要靠着云之赚党啊 诶这没语音诶 阿良 你死心法后 可以有不知之处 哦 你说这事 没有 以后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这 嗯 余夕为什么都要问这个 因为用明清心法会三生亥体啊 九阴出现在十支系里 估计不是巧合 免 你是觉得 他 或者说是玄冰教 也在探寻过去 是 但我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要进十支系探查 或者说 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几个也在探访过去的 你这么说 是觉得他们此前偷听了摘女与我们的谈话 这要么是他们一早就在找过去的事情 我们落了后手 要么 要么 就只能是他们从别处得了我们的消息 这 确实可能如此 只是此事深究起来 怕是又得费些时日 罢了 先不管这些了 我在十支系中所见 家下之窟 应该在兰州附近 还是先去趟家下之窟 毕竟 那里或许能得到更多刻盘碎片的线索 总不能一直这么摸索 不动尊者为什么要我选明清新法 他定是有自己的安排 你其实掌握十支翼的人 他总是为你考虑的 毕竟 还需要你来找回刻盘 自己的打算 打算什么 余琦 你也不知道他打算什么打的什么主意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动尊者不是说了 他去查探某某某一段 想来这和罗侯郡主动向有关 总之 我们提到分会就是了 呃 我也是顺口一问 总觉得你 应该知道事情的比我多 毕竟我不是石伦宫的弟子 阿里昂 石伦宫也在那么大点的地方 秘密也就那么 别多想了 余琦 从我集市起 我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一直觉得你就是我的家人 如果有事 别瞒着我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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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